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上回有一个花友员问后边的是谁 那是我们家主播灵灵啊 他现在正在直播的 因为现在怎么说呢 部分地区开货不方便 我这两天加上忙别的事啊 就是好的花友说 你怎么不直播的 会直播的 会直播的 过两天会视频通知给大家 这一两天的就开始了 而第一个花友说 老花姨你看我这个开车就变黄 我这个龟背主咋的呢 其实这就缺肥啊 还有一点就是水大闷根的一个通风差 像好多的花友在养花的时候 总是把施肥给忽略了 我跟花友们也不止一次的说 植物呢是一个月吃三到四顿饭 你像兑水用的一些个肥料 一般就是一个月三到四吃 而咱们好多的花友就感觉 哇我这个半年没施肥 我感觉没啥事啊 对啊你相当于人六天没吃饭 你其实表面上看不出的啥呢 所以说植物也一个道理 冰冻三尺肥一日之寒 下个臭吧 老花姨帮帮我 我的这个冻砖最近状态不好 哎呀养杜鹃的臭吧 不止一次的跟那点火说 它需要一个很好的空气湿度 它需要那种很温润的一个环境 如果不具备这一个东西呢 怎么养都不行 你像很多的花友就喜欢养杜鹃 结果呢就养不好 还拿着一个湿度剂 还放到旁边 看样子是真心的喜欢这个东西 这是去年的老叶子 这个样子没什么事 只要是新叶子长了它就好了 老叶子这样一般呢 都是你这个盆土里面啊 闷根啊光照 缺乏呀才会这个样子 下个臭吧说 现在有黄叶浇了点宝水 缺光啊还用看吗 哪有个屋里边养月季的 不论什么月季 你就扔到室外 光照给足 比较老四 让它水很多 就没什么大事 用点肥料长得就熬熬的 怎么就那么难了 加个臭宝 老外你好 我的竹井叶子怎么着了 看一下 得过红蜘蛛 红蜘蛛它不一定就截蜘蛛 还有一个呢 它是在叶子的背面 还有一种 它是一种满虫 所以说臭宝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 你得先用水冲了再去打药 你用的药怪多 你又打个比方说 就去冠鱼 胳膊胀中了毒箭了 用再多药都没用 结果话筒去了没有 刮骨疗毒 你得把那些个不好的地方 你该收拾的冲干净的 该处理的得处理掉 你要不然光用药 那怎么能行 是吧臭吧 好 下个华友说 能不能请教个问题 前天呢 秀琼无尽下喷了美乐科 昨天开始一直掉新叶子 一把一把的掉 该怎么办 你说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吗 我也是卖肥料的 我要算你美乐科不好 你肯定会各种来喷我 也可能说我们演戏 这那那那 你跟华友们说 正常来说秀琼 不应该这样啪啦啪啦 就要叶子 这个就是因为用肥不当 咱不能说人肥料不行 就叫用肥不当 然后想问一下 这种叶子状态是咋的了 还没到老到整个制度里头 这种叶子状态 这不很正常吗 长出来红 你没见过 你没见过刚生下来的小孩吗 刚生下来小孩有的都红彤彤的 很正常的肤色嘛 植物的叶子也这样 尤其是月叶 它先长出来都会红红的 然后慢慢的就变得绿绿的了 对吧 你别着急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着急 点个赞 千万不许 视频箱留言 或者视频就可以了 别老是问怎么问 我老话一 眼花最仁一 来了 对吧 感谢观看